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开学 因为习惯了没有上午的生活 而且要去享受学校能吃的食堂 不想 为什么呀 我上了学期被我前年有点甩了 假期吃的肉还没剪下去呢 但其实我还挺想开学的 因为我有一大堆妹子追我 同学你想开学吗 想 为什么呀 因为可以和同学玩 那你不怕作业什么的吗 作业老师虽然留的很多 不过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在学校就能写完 到三了之后一年 那最后把我们学期 然后反正也是追出梦想 我是不太理解 有些大神们特别想上学 我不想开学 为什么呢 可以帮我打马赛克吗 可以 因为我的室友有胡臭 而且他们夜里打呼我 而且他们总把脏内裤都在床上 因为开学会有很多很多的考试 还有写不完的作业 并且到今天为止 还有107天就要高考了 开学让我非常不客气 我下定决心要告别从前 不再浪费时间 我以为这次能够真的真的有所改变 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 始终转了一圈又一圈 突然发现 原来我还在原点 原来我还在原点 时代在中文 我成了奶 我又得了开学恐惧成奶 哎呀 其实真的我不想承认 哎呀 现实说来的非常残忍 哎呀 其实我也想做个好人生 我只要决定再次细心革面 重新做人翻开心的一页 绝不能让悲剧 再次再次再次上演 早晨起来要打卡锻炼 紧将手指伸入设备 烤情成功 中午仔细空座位都不见 同学啊 这个座位我还在 选什么课 还要算半天 早点 我只能 哎呀 我又得了开学恐惧成奶 哎呀 其实真的我不想承认 哎呀 现实说来的非常残忍 哎呀 只是昨夜考试 真的让人 很头疼 哎 怎么才能摆脱 我这该死的 才选 恐惧成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YK